哈喽各位发烧友大家好 天气呢是越来越冷了 可是火车票依然那么难抢 马上圣诞节 连个妹子都还没有 不过这些都急不得 还是先来看看本周的更新推荐吧 小悠问你 出门前第一件事是干嘛呢 当然是看看天气怎么样了 本周周面新增天气插件 跟着小悠来看看吧 双指粘合进入桌面编辑模式 添加天气小工具 就是这么简单 天气插件有四乘一的急运天气 也有四乘四的详细天气展示 如果你看不惯只有天气的小工具 没关系我们还有天气时钟 变变变 就是这么简单 使用联通的发烧哟你们在哪里呢 你们的专享福利来了 毛楼助手新增中国联通小米专享流量套餐 不要害怕会忘记退订 流量猫都月底会自动失效哦 而且最重要的是费用至少节省50%呢 嗯快到月底了 没有流量的日子可不好过哦 赶紧买起来吧 嗯快到月底了 小米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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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时候 拿起手机听听音乐 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本周音乐新增两个贴心小功能 在手机连接WiFi的情况下 打开音乐功能会默认进入 发现音乐界面 而在其他网络情况下 打开音乐会自动进入 我的音乐界面 终于不用担心 无法流量了 随时随地 想听就听哦 除此之外 音乐还在播放页面 新增了蓝牙快捷连接入口 因为在音乐播放页 直接设置你所连接的蓝牙设备 再也不用返回系统设置操作了 嗯懒人改变世界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呢 赶快来试试吧 好了 本周的更新推荐就是这些 想了解更多就关注 米佑微信公募账号码 有什么想说的 VGS 米佑官方微博 我们下周再见 ż haha 我喜欢他 对